嘉义县大林镇有一个男的被活活的打死了 弃尸在平交道旁边 警方调阅了监视器发现有两名的凶险 犯案之后还骑着摩托车 将死者夹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 三贴载到了现场来弃尸 嫌犯落网之后公称是因为死者买毒 基欠了六万块钱不还 才会拿着高尔夫球杆将人活活打死 监视器画面拍到穿着白色衣服的嫌犯 将男子拖行到树下弃尸 另一名同伙冷眼旁观表情冷漠 两人弃尸后就骑机车匆忙离去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然后就伙同那周贤二人 骑机车以删贴方式 把这个被害者载到大林镇平林里 铁路平交道旁一个大树底下 把他丢弃在那边 原来因为46岁的汤姓死者长期吸毒 向两名嫌犯买毒品欠了六万元不还 两名嫌犯就将他强压到住处 其中苏信主贤用高尔夫球杆将人活活打死 两人在骑机车将死者夹在中间 三贴载到平交道旁的树下起尸 5月7号傍晚死者被民众发现报警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经过两个月的追查 最后逮到两名嫌犯 警方也在住处找到凶器高尔夫球杆将嫌犯移送法办 为了六万元的债务男子被活活打死 让老母亲哀痛欲绝 虽然凶手终于落网 但内心的创伤难以平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